谈到鬼君,地下城,这些玄化的字眼,好像一直都存在于网络小说中,比如著名的小说,鬼吹灯之金绝古城就描写了,也能够黑风口的地下军事要塞。 根据书中提示,这些禁区,大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东北沦陷后,日本未掠度中国的资源和输送,军用物资修建的隧道,大都发生在人烟稀少的的中盟边境,大兴安岭余迈等等这些地方。 不过,书中讲的这些并不是天方夜谭,在黑龙江省东宁县三叉口镇,就有一个当年清华日军为防御前苏联进攻而修筑的军事堡垒,日本人称它为东方的马奇诺方县,国境一级阵地。 这个最著名的军事基地就是东宁药塞,曾经是亚洲最大的军事药塞,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战场。 东宁药塞建于1935年春天,从这里开始背起隧阳镇北的阎王殿,拿着根盒子,正面宽约一百多公里,纵深五十多公里,是中苏,中某边境中,日具修筑的十七个药塞中综合规模最大的一个。 根据史料记载,当年日军为了修筑药塞,先后从中国山东、河北、吉林云树等地,用尽各种残忍的手段招募劳工,前后共奴役了大约十七万中国百姓。 东宁药塞公式规模大,军事设施权,防御坚固,攻击力强。 这里曾团住日本关东军三个师团,共计三万人,并构筑了飞机场十个,永久星空室四百多个,也占炮阵地45处。 而且,这些堡垒地狱,都是沿着对面苏联的山脉走向进行构筑的,有的相当庞大。 甚至要分上,中,下三层,最深处可达八十米,地下,地下的交通通道,闪连山,洞连洞,蜿蜒曲折,隧道中间有指挥所,医疗所,无线电视,铁城库房,排水沟,蓄水沟,注备仓库,弹药库,防毒器的双层隔离门等等,各种各样的生活军事设施一应俱全,要在全部由钢金昏凝土构筑。 这些建筑,对耐克巩固东北的统治,对耐克进攻苏联,因为这里居俄罗斯的乌苏里斯克,只有仅仅50多公里,居海深微军杠,也不过150多公里。 而且从这里进入额景还没有高山阻挡,非常方便进行大军团作战,所以日军参谋部的作战计划,就是将东宁作为首选的突破口,卸占领远东,夺取后被加尔地区,再向西推进,以乌拉尔为界,同德国平分欧亚两周,称霸世界。 不过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,为迫使日本投降,在美军下日版的广岛长崎,相继投下两枚原子弹之后, 8月8日,苏联也正式对日本宣战,9日,150多万苏联红军,3400架飞机,5500辆坦克,便如潮水般兵分三路,浩浩荡荡荡涌进中国东魏,东宁也是远东战役第一强打响的。 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,二战结束,日本关东军陆续向苏军投降。 事出意外的是,位于东尼要塞的马达山里的日军,由于铜讯中断,对外面是,解决是一无所知,大约一千二百日本裁兵, 说在要塞里宁死不降,想依靠得监督后的屏障,进行垂死挣扎。 没有食物,就吃老鼠,老鼠也吃完了,就吃死去同外的尸体苏军, 开始本人道主义的精神怕使者却和日军交谈,心想着两军交战,不准来使吗? 没想到敬酒不吃吃法酒的日军,居然把这个苏军士兵给杀了。 是可忍输不可忍,这小刻彻底扭恼了苏联士兵,你不忍就别怪我不义了。 我们知道苏联士兵那可是出了名的很,他们找来大量的汽油,往东宁要塞里挂, 然后一把火点燃,洞里瞬间烈火掏天,烟气逼人,只有26个日本兵狼狈地逃了出来。 剩下驻守马达山的1600多名日军,那都被大火兴死。 8月30日,东宁地区的日军残敌全部肃清,二战最终在东宁又再画上了句号。 因为坚固的军事攻势,导致在这场战斗里苏军阵亡的人数,要远远大于日军。 后来此祸害要塞被苏军炸毁,现今仅存有一举。 废匙军事攻势处在伊朗城里面,一死我军军事攻务本事,一死我军固并存在这个地方电刘买网友和我的军事。